明后张子怡和汪峰日前发出共同生命坦言 经过慎重考量与协商后决定解除八年的婚姻关系 笑容期先起热议后 有网友发现过去两人曾参与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2 当时张子怡在节目中摆脱强势形象 展现了小女人的一面 和汪峰大方秀恩爱 如今却已离婚收场 所有网友指出 服务员艾大S等人都曾登上明星夫妻的石金秀节目 展现恩爱的夫妻之情 但最终都选择了离婚 纷纷进入这些婚恋节目是不是有魔咒 此外有网友提醒 跟张子怡、汪峰一起登上 妻子的浪漫旅行2的女星 张佳妮和老公买超 先前也爆出婚变消息 同一档节目竟有两对夫妻面临感情危机 这面也太巧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